墨西哥总统2月28日表示 特斯拉公司将在墨西哥北部新建一座工厂 这标志着特斯拉正在推动扩大美国以外的业务 据消息人士称 这笔交易至少价值10亿美元 墨西哥总统安德烈斯·曼努埃尔·洛佩斯·奥弗拉多尔没有提供更多细节 但表示整个特斯拉公司都将来到墨西哥 并指出对电池的潜在投资仍在进行中 据墨西哥消息人士称 最初的投资价值约10亿美元 进一步的投资可能会使总支出达到100亿美元 这对墨西哥来说是重大利好 近来 墨西哥正在努力打造建案投资中心 利用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和新冠大流行造成的供应链中断 将制造能力吸引至北美 远离亚洲 官方数据显示 墨西哥在2022年获得了多年来最高的国外资本资金流入 墨西哥拥有低成本的劳动力 使墨西哥成为全球汽车工业中心 墨西哥是177年获得了低成本的劳酬 需要您的 ADHD 墨西哥时降低成本的劳动力 所取得这次是有低成本的劳动力 墨西哥强也没用 墨西哥强的平衡 感谢观看